噔噔 iPhone 14 14 Pro 紫色的 最好賣的顏色啊 256支 今天開箱給他 給他看一下 啊 打開 哇 紫色 會有點灰 隨著鋼線的角度 又有點紫 看到沒有 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全新的 iPhone14 Pro 系列的 紫色 水滴屏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這樣子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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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洞島就是在這裡顯示的啊 紫色 這個依舊是這個 不鏽光的邊框啊 很沾指紋哈你看 三個攝像頭 你看這個 我們來開機 蘋果的logo出來了 看一下 很繁寶啊 很繁寶啊 還是有此的繁寶 這個 接口的還是一樣的啊 還是這個來令的 什麼時候才能 換Table C啊 好想他換成Table C 非常密封 燈燈 燈燈 稍微 Julian 燈燈 这个紫色还是可以哈 这样子看像灰色 哎 这样子就有点点紫 男生用的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哈 他不是说很鲜艳那种紫 完全没问题 看一下 好了我等下设置好再给大家 整试一下啊 我们先称一下重量吧看他是不是 比上一队的还要重 好的我们来称一下重量 207克 再来一下 207克啊 再来一下他的厚度 厚度轻轻的卡一下 嗯 8.65 8.07 7.94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卡下这个镜头这个模子这里最后的地方 12点 12点那个啊 12点11 三个模组之间的 你看 应该都是对称的 这样子比较看得到那个 这样子比较看得到那个 好的 我们设置一下 我来 我来试张一下我们以前那个 13pro的啊这个是13pro的手机壳能不能脏 看一下 哎 完全没有问题 哦 这个摄像头模组的话他往外靠了一点点啊 往外靠了一点点你看 这是往外的多了一点点这边这个这个没问题下面这两个 有一点点 移位啊你看移了一点位置 但是还是没问题的手机壳还是可以用的 顶到了一点点而已 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他的待机的 显示的一个 时间 现在我正在车上用无线充充电 他在显示这个 待机的那个 一个画面啊 这个iphone14的 最大亮点就是提升了4800万的像素 还有这个零动导的 前置手上头和这个模组 一个 这个待机的啊 充电 睡觉的话他也不会显示 现在这个充电的时候他就会显示 睡觉不会显示 放在口袋的时候他就不会显示 听说 蛮多人担心他这个细航就会费不费电啊 其实经过测试他也不是很费电 很可以